而花莲县政府推动多年的小旗舰与生根计划专案 周末在花莲温创园区举办了旗舰领航生根萌芽 花莲县社区福利萌芽成果交流活动 同时颁发了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基优单位和社区种子教师 期盼再创社区发展新境界 旗舰领航生根萌芽 花莲县社区福利萌芽继成果交流 22日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 由参与花莲县福利化社区小旗舰行与生根社区发展工作专案的社区伙伴 共同展现年度成果 并表扬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基优单位 或内政部考核获奖的合作社或个人单位等 并颁发社区种子教师证书 第一个我要谢谢所有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家人们 发挥自己生命的价值 看到自己被需要我们可以服务 而也因此我们透过社区整个 把这个把它整合起来 让我们对社区自己最亲近的家庭的周围社区 来做一个这个社会福利或者是真能赔利 要谢谢社会住的这个协力 还有辅导我们的无论是三个大的这个社区 能够带动我们的小的社区 像我们干城社区或者是我们的美轮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国心理 都是我们标杆性 而且是全国的标杆 由他们的经验分享带动我们周边的卫星 我们的小社区 让它明年也变成大社区 在小旗舰计划中 由具有经验能量的花莲市民运 碧云庄吉安湘甘城社区担任领航社区 结合花莲市秀林湘吉安湘等九个担任能力社区 再组成三个小旗舰社区联盟 整合资源共同就社区福利议题 推出各项集聚在地特色的服务方案 期盼未来再创社区发展新境界 记者长方夜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